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今年属牛人的生年地支与流年地支呈子丑合 相合合 又合作 结合 和好之意 所以属牛人今年在事业和财富上多得人和之力 今年人脉广阔 财多利厚 所以在成功的道路上有着无限的可能 在个人情感方面 今年的感情生活也有新的发展 有甜蜜的收获 整体看来 属牛人在今年可以说是无灾无病 生活安稳 那么属牛2020年使用哪些幸运色最能催往气场呢 一 红色往事业 进入2020年属年 属牛人今年事业的发展前景相当不错 可以说能够得到天时 地利 人和 三者齐备的好运帮扶 属牛人天生就是一个事业心较重的人 能够吃苦耐劳 脚踏实地 刻苦钻研 而且还具有坚持到底的任性和耐心 就算是工作再苦再累 也很少会产生退却和放弃的念头 有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你们 通常能够获得很不错的事业成就 事业刚起步的人可能之前会经历一段曲折和奔波 不过今年是实现事业突破和收获成果的一年 所以要继续保持进取的势头 对于经商的属牛人来说 今年是得人和之力的一年 在多年的人脉经营之后 今年这些隐性人脉资源都会转变成可见的财富 为你们提供更多的事业和财富机遇 有他们的存在 今年能够助你们在事业当中取得不菲的成绩 当然 不管是亲友友情 同僚之情 或是普通的合作关系 彼此的关系还是要用心维护好的 必要的时候应该给予一些利益回馈给身边的人 这样能令彼此的关系更加紧密 相互之间成最亲密的伙伴 蜀牛人今年要想事业红货 还要为自己再添一把火 红色是蜀牛人的幸运色 蜀牛可以在个人的穿戴上多使用这个颜色 有助于催旺个人气场 开运 旺运 二 金色旺财富 蜀牛人在2020年财富运势也有着很强劲的发展势头 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逐步攀升的趋势 蜀牛人其实个人的财运是属于比较平稳的那类人 一般勤劳工作 发家致富 有所劳 有所得 靠正财获得财富要多于偏财 而且蜀牛人在理财方面一向偏于传统保守 花钱节制 所以基本上工作上获得的收入都能够转化为积蓄 在2020年 蜀牛人所处的行业发展相当不错 个人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能够为你们增加不少收入 而且在这一年当中 很少有其他外景因素来干扰你们 所以只要能够用心工作付出精力和时间的话 基本上可以获得可喜的回馈 偏财方面进账不多 但好在运势稳定 投资的相关理财项目今年都发展得很稳定 能够为蜀牛人带来不少的收益 金色是蜀牛人今年的旺财新领色 个人可以穿戴一些与金色有关的衣物饰品 能够帮助提升外表魅力 为蜀牛人带来好人员 人员关系是帮助蜀牛人今年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所以蜀牛人还是要多在人际交往这方面花点心思 人际关系的开展维持不仅要靠个人真挚和智慧 外表印象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蜀牛人今年可以在穿搭上多用点心 可以为自己多加一些印象分 在职场生活中更得心应手 三 紫色望感情 在感情方面蜀牛人是十二生肖中被公认的踏实 可靠 忠诚 专一的好对象人选之一 不过蜀牛人的感情姻缘来的却比较迟 这个主要是蜀牛人的性格原因导致的 大部分蜀牛人对待爱情观念都是比较传统 家庭观念较重 所以他们习惯把爱情和家庭责任对等 基本可以用 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 都是耍流氓这句话来形容他们的恋爱观 因此他们对待爱情婚姻还是很谨慎的 那么不轻易谈恋爱 谈了就会步入婚姻共度一生的打算 而也就是这份责任感令他们不会过早的步入婚姻 另外上面也说到蜀牛人的事业心比较重 追求才符合事业成就 他们一旦沉浸在工作中就很难分心 所以一旦忙起来就无暇顾及个人的感情之事了 这也是令他们错过桃花的原因之一 不过进入2020年 蜀牛人今年的感情运势还是很不错的 不管是等待爱情的出现还是主动出击 今年在感情上都会有机会有新收获 紫色是蜀牛人今年的旺桃花旺姻缘的幸运色 今年想要提升个人桃花运的话 可以在个人的穿搭上多使用这个颜色 有助于提升个人魅力 令你们在各种交际场合中更加光彩照人 气质出众 吸引到更多关注的目光 蜀牛人在2020年健康情况总体来看还算良好 蜀牛人天生体格就比较健壮 身体的抵抗力基础还是很不错的 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规律 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疾病出现 而且蜀牛人在健身方面比较有毅力 能够坚持锻炼 这也是他们保持好身材 好体格的健康秘诀之一 不过就算今年没有什么大毛病出现 蜀牛人对身体的管理也不能过于放松 还是要建议经常去进行体检 以及及时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否良好 特别是平时生活节奏比较快的人 和个人身体能力天生比较差的朋友 定期检查可以帮助发现潜在的疾病风险 没有问题的话也能够让自己安心 蜀牛人的脾胃较差 消化吸收能力欠佳 所以今年还需在饮食上多加注意 今年的旺静康的新颜色是土黄色 在个人穿戴上可以根据需要来使用新颜色 颜色对于我们人类的视觉感官有不同的影响 不同的人有固定的新颜色 比较准确的是根据你自己的生辰去推断出 能够助力你的就是幸运颜色 而你个人命格五行里忌讳的也就是不利的颜色 也就是带蚀颜色 选择适合自己的颜色 对个人本年的运势是有很大帮助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 幸运色结合自身努力才更有助于个人发展 否则只是空谈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